喔 我這邊也可以操作 等一下 這樣會被壓到 我會不會死啊 等一下 我會不會被電梯壓扁 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方舟方塊世界 我穿的這樣很像要去海裡捕魚之類的 要插魚的樣子喔 今天呢 我們要繼續來 填海大工程 我跳 好慢 嗚喲 我們的海呢 我們已經圍好周圍一圈了 那剩下的就是 內部 內部要把它填滿 要填滿嗎 感覺有點難 因為我們想在水中蓋一個海裡基地 但是 在水中啊 沒辦法放方塊 你必須一定要站著才行 所以這就有點麻煩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填海 但是呢 它如果站在地上 就是如果你有站著 頭有呼吸到氧氣 雖然根本 我們現在有潛水罩 就是你只要有呼吸到氧氣 你就可以放方塊 放在海底裡面也可以 所以我打算先從中間呢 呃 先放一個柱子下去 然後從那邊慢慢擴散出去 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就是用柱子 一個柱子一個柱子 然後就可以把地板把它鋪好了 好 不過上面的水 可能還是要處理吧 不知道耶 我先試試看 總之呢 我們先從 這 這裡吧 中間 我先把地基都拆掉了 中間 這邊 慢慢的給它 往前鋪 好 這個 又是一個大工程 填海真的非常困難 很想到桶岩 欸 很想到桶岩漿 之類的 讓它水不見 但是沒有辦法 好 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耶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 一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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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工程 我已經把中間隔開一條路 那這邊呢 我們再往下挖 大概找個中心 這樣往下挖 那 這個水應該就是 不會恢復 它不會流到中間來 所以我照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 直到 深入海底 好 我就可以這樣子 像我們現在在海底 但是旁邊的水就是隔開 這 這是不科學的水流 好不好 這個 直接下去 這樣我們應該就可以直接放地基在 喔 通出來了 哇哇哇 我應該 我應該要 找個地方 站 然後我把下面 鋪平才行 我看一下喔 我這樣要 要怎麼鋪 我現在站在這裡 喔 這裡可以讓我鋪 好 讓我上去 這樣可以嗎 欸 怎麼有點被卡住的感覺 讓我 在這裡鋪 好 旁邊可以游 但是到這裡 就會掉下來 然後趁掉下來的時候 趕快鋪 這樣好像很克難 我應該在旁邊 挖個路 這裡挖個 這邊挖一下 這邊讓我站一下 好 所以這樣地底要鋪 很難喔 難度很高 差不多這樣 欸有 這樣可以站著 然後我又可以 往下鋪 剛剛好 我看一下海底的高度 要到哪邊 海底的高度 旁邊有一個山丘 這個可能 我們之後也要 整座山打掉喔 好 我們抓個 最低的高度 倒倒倒 喔 欸其實還蠻深的啊 可以再往下一點 好 再往下 這樣子 這樣 欸我也看不到路耶 好暗喔 在海底 啊我應該放個探照燈 我用這個礦工帽 不曉得 會不會發亮 好像不會 欸有了有了 把那個兔子 耳朵拿掉 就會發亮了 OK 我們差不多 喔這個還蠻方便的 比那個面罩好多 那個面罩 它會說增加海底視野 但是根本就看得 越不清楚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高度 喔 欸 要自洗了為什麼 我不是有穿潛水裝嗎 欸有了有了 左下角有圖示出現 欸那剛剛為什麼沒有 奇怪 好 這樣應該不會 不會溺死了吧 OK 喔 亮好多喔 這樣真的好亮喔 好然後我要在這裡鋪地基 在這裡鋪地 喔 亮到看不清楚 好我打算在下面放一個玻璃的地基 欸這邊我可以直接放欸 因為這邊水剛剛好像被方塊擋住 所以我這邊是沒有水的 喔所以只要把水方塊隔開 我就可以放了 喔 就這樣鋪鋪 欸這裡就不能放了 這裡要再放方塊 但是我現在在水底也不能放 所以我只要站 站在這裡也不行 好 所以要想辦法 把上面的水方塊弄掉 OK 所以我要站在能呼吸的地方才能放 奇怪的設定 好不好 我們要這樣先鋪一下 這個還蠻 這個還蠻漂亮的欸 這個海底這個 玻璃的地基 好漂亮喔 不錯不錯 這個好 我終於完成啦 這一大片的大海填海計畫呢 超累 我用了大概 1萬多個沙子 終於把它整個填滿了 那接下來我只要把這些沙子全部拆掉 我們就可以直接滲入到最底部 你看到旁邊這個海就是 整個是被切開的感覺 很酷好不好 我們這邊 就之後把這沙子全部拆掉 那這邊呢就會像這樣子有一個空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我之後 就可以隔著這 在裡面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洋生物欸 真的很 很奇妙的一個體驗 把我這邊開始拆牆 然後你看 這個水 這個切的角度非常的棒 OK 來吧 我們把全部都拆掉 來做我們的海底基地 天啊要把這些沙子全部清掉 超困難 我現在有點像魚公移山的感覺喔 這個沙子 我填了很久 但是要拆掉 也要很久 所以基本上 花了好多好多時間 清了一小片 差不多快一半 那這個蠻難清的 尤其是這邊原本有一座山 那這邊山都是實心的很難挖 挖到一半了 剩下這些沙子是挖滿快的啦 因為 你在最底下挖它反正就會一直掉下來 所以很快 只是 還是 還是很累 還是很多 這個地基 太大了 這個高度 我們真的是 不只一萬塊 大概 一萬多 好幾塊的這個沙子 所以 我們要整個清掉超困難 那 暫時呢我想先 把電梯先準備好 這我打算從上面直打電梯下來 我這邊做好標記了 這裡是 這個金屬壁的地方 所以我應該就是 一直往上 我們先往上爬上去看一下 好這邊地基 我們先鋪了一小塊 來囉 先往上 嘿 從這裡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喔這裡 高度其實我現在挖得有點深喔 這個海蠻深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邊那個海 哇 我這是可以住在深海底的 鬼鬼 好 深海地基 深海的海軍基地 來我看一下 懸浮壁 這樣可以接 嗎 好像 沒辦法 好像 要從下面開始接 可是我不確定它 這個高度會不會剛剛好 好吧 我只能從下面開始接 好 那 希望它的高度剛好 因為那個柱子是兩格高 所以 如果它高一格低一個 我下面要全部重鋪一次 拜託不要 好 從這裡鋪 好 唉唷 這樣 好 就這樣 我一直往上鋪 好 這邊開始電 讓我上去 OK OK 欸欸這個怎麼歪掉了 第二個怎麼歪掉了 它為什麼不會 連著下面的 這個位置呢 欸其實我應該站在這裡就可以了 不要不要不要 我等一下上去會撞到頭 把照這樣放 OK應該沒問題 那這個電梯應該是只要 上面有供電 就整個電梯都有供電啦 來繼續 呃 這樣子 好 慢慢的往上 來了我們這個跨世代的 電梯 海底電梯 海底電梯 高建築難度 超級史詩巨作 海底電梯 可以完成嗎 好 OK 快到了沒啊 好像還有點距離 我們真的是 有點高 再來 再來 欸 放不到 喔 可以看到這個魚有點 半生有點游進來 這魚應該是不會游進來 它會擱淺吧 應該是游不進來啦 好 就這樣 安全的地方 唉唷 有接上嗎 等一下喔 讓我上去 好 拜託接上吧 欸 有欸有欸 剛剛好 剛剛好 而且 有供電 有 我這樣 我這樣 要讓它下來 好它上去了 欸下來 欸下來 欸下來喔 欸都 下降 喔 我這邊也可以操作 欸等一下這樣會被壓到 我會不會死啊 等一下我會不會被電梯壓扁 別 欸沒事 穿過去了 電梯穿過去了 太神奇了吧 電梯直接把我穿過去 哇 趕電梯 趕電梯 有 欸到了還沒 喔好高喔 有夠長欸 天啊 還沒到 欸到了到了到了 OK 電梯直達 沒有問題 完成了 跨時代的海底電梯超高 我們坐上去看看 哇 欸這個view很棒欸 好不好 我們就是可以冰看海底 我之後外面一層 可能還是會用玻璃 玻璃牆圍住 好 這樣比較好看吧 好 可是我們還是要做個門 可以讓我方便的出去 OK 剛剛好 哇 真的是直達 啊我這邊要自己停 你要進門的話 你要自己停住 啊不然進不了門 旁邊這兩個我覺得 我應該要用方塊 圍起來 不然你可能會摔下去 好 這樣子 完美欸 太棒了 喔 今天真的超累 就是 下面這個 比蓋家還累欸 太多方塊了 光是拆 拆完又要 要填海之後 又要把它拆掉 超累 我以後一定不要填海 這是一個 超 超可怕的工程 好 雖然看起來 好像沒多少 但是那個 十星的 你這樣挖下去 好幾萬個方塊 可怕 然後 之後呢 就是要把這邊 邊邊 這個牆 都要蓋起來 然後 可能要再放個 呃四面 都放個巨獸門之類的 讓我可以 海底深入可以 直接進來啊 然後 或是我可以 從海底出去 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就是要放 玻璃 OK 搞 玻璃 這樣看起來也 比較美觀 然後外面 海面上 海面上 我在想要不要 蓋一片 呃延伸出去的 基地 好像 感覺 好像 我 應該也還好 欸 可是在海面上 我才可以抓那些魚 好像也需要 欸 我在這個海面上 放這個 天花板 啊我要摔下去 等一下 喔沒事 好旁邊是水 旁邊是水 有 有事 有魚有魚 啊我的玻璃 我的玻璃 唉唷沒事 我玻璃是不是被我砍掉了 欸這個好像有點脆弱 我這個是不是 喔一砍就爆了欸 等一下 這個玻璃 是有點脆弱 欸都 我要不要換 比較好的裝 比較好的牆壁啊 這個玻璃 不太妙 不小心砍到 就破掉了 好 我先把上面的天花板 蓋一下 走開啦 兩隻笨魚 笨魚笨魚 我先把 鋪出一個 讓我可以站的地方 喔唷 魚龍魚龍 欸 等一下 會死 喔 痛 好痛 好痛 這有點難 有點難上去耶 那我好好的游上去 然後我先把 一個拆掉 一個 這裡 拆掉 喔 讓我上來 喔 好 我先把這個 牆 天花板 先鋪上去 我下面有一大堆魚龍衝過來 可是我這邊 沒有地基的話 沒辦法鋪出去欸 然後牆也沒辦法鋪 哇 這個 蠻難建築的耶 我這邊要建築也是沒辦法 所以我之後要想辦法 把這邊鋪滿 難度之高 我們這個 海底的建築難度實在太高了 我們這個 一級建築師 也沒辦法 超難 好 海底 唷唷 好 OK啦 我們可能要再 花一點時間 忘了那個魚龍 直接衝進來了 喔 剩下的這個 超累 好 好 那今天暫時先到這邊 告一段落 你知道 RK那麼久沒出就是因為 我們要 做這個大工程 要耗超多的時間喔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不好 如果越多人喜歡 越多人看的話 我們就會盡力 把它快速完成 好不好 大家記得按一下 你的喜歡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